和情绪稳定的人相处是什么体验 做好的菜被我摔了 她说 等会我再炒一个就行了 还有很多菜呢 还说用碎碗拼成蝴蝶 因为堵车没赶上看电影 她说 我已经买下一场 我们看下一场就好了 位置还比下一场好点 本来打扮得很好看 要出去玩 却因为我突然肚子疼 不得不陪我去医院 先坐好 我吃饭 好饭了 看着她跑来跑去的 真的很愧疚 她总是能在看似消极的场景中 找到积极的点 并带动身边的人 也变得积极起来 本来以为她对谁都是这样 但看到她在工作中 非常的严肃 输一不二的样子 才知道原来我是那个立败 这个世界上除了你的家人 没有人有义务要对你好 所以如果你也遇到了 那个愿意迁就你 主动为你付出的那个人 请一定要珍惜 养着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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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